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最近洗手多了 有没有想过自制润一点的肥皂? 稍后讲一下,现在首先报导单车 政府鼓励单车出行 市面上的单车非常热卖 拿部单车去维修又要等候多时 全国如何响应支持踩单车呢? 杨卓华报导 这间店铺门排队,那些人在等什么呢? 原来是等维修单车的服务 自从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爆发以来 不少平时习惯搭乘公共交通 或者自己开车出行的人 开始改为踩单车或者滑板车 有些在户外使用的工具 外出的时候既可以运动 呼吸到新鲜空气 又不用担心 难以保持跟其他人的社交距离 这个趋势同时都令到单车的销售 大幅提升 以疫情最严重的美国为例 据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3月,儿童单车的销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56% 成人单车的销量 都比去年高了121% 而到了4月份 这个增长幅度 就达到百分之二百那么高 各地政府也了解到 公众运在家里太久 并且希望充满享受自然的心情 全球多个城市陆续出台相应的措施 保障踩单车或者滑板车的市民 出行的安全 同时又在周末禁止或者限制汽车 在部分主要路段和社区内行驶 为市民打造比较安全的户外环境 There are three components to ActiveTO There's the quiet streets initiative which is shared space for cars, bikes, pedestrians another initiative called major road closures typically we've been closing parts of major roads every weekend and then the third component i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ycling network plan we are putting temporary cycling lanes at locations around the city some along major routes and that's going to give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get on their bike and provide an option to get around that you know maybe they're not comfortable being on the subway or transit system just yet but what it also does is provide capacity on those systems so that they're not over-crowded 除了多倫多以外 温哥華、卡加利、溫尼柏、福泰華、 滿地河等多個城市 都在近一至兩個月開展計劃 鼓勵更多市民 充分享受夏天在戶外運動的樂趣 當中的措施 包括將馬路上部分汽車道改為單車道 將想向行駛的馬路改為單行線 限制外來車輛在民居中 被劃分為Quiet Street的區域行駛 鼓勵單車共享 增加單車停放地點 對單車的銷售進行補貼等等 單車、滑板車 甚至是電動滑板車的銷售 受到這些計劃影響又大幅提升 就連修理單車的生意都多了不少 有部分維修店預約的輪候名單 已經排到一個月以後 住在萬錦市的黃師傅 在這裡開單車鋪已經十幾年 她表示 雖然店鋪是屬於必要行業 最初全面封城的時候 生意都有受到一定的影響 她以往每天早上大約10點就開始營業 疫情期間都停止 趕到下午2點才開門 後來政府鼓勵單車出行 出門的人逐漸多了 生意又慢慢好回 多了起碼3、40% 總之一開門基本上 都做到晚上9點、10點 都沒有人來 可能家裡放在車房 舊的炒出來弄 或者放在後一拿出來弄 第一 第二 會買舊單車 因為三單車又不能賣 靠我們舊的舊 有時都很舊的人賣 他們在大公司裡賣不到 從這裡賣 就打電話 來賣 又沒有生的 生的沒有 現在拿貨都拿不到 和師傅舖桌的業務 包括修理單車 和二手單車的買賣 生意十分長旺 甚至好過往年夏天的時候 即使一家三口齊齊上鎮 門口還是有顧客在這裡排隊 有時忙到 連電話響都接聽不及 用單車的人多了 同時各地的社交禁令 都有所放鬆 不少市民趁好天氣 一家大小走出家門 踩單車到處去玩 和家人在公園這些戶外區域 忍受休閒的一刻 例如這個民居的路口 在周日下午的短短十分鐘之內 已經有超過三十部單車經過 我們也開始了 saber STP呢 是二到四的宿 stairs בק地是普通地方 Ahm 名ot desaf先 bear它 where people may not have access to parks immediately or green space or just need space to get out specificallyà distanceing for the public, for families, for people need to get outside improve their overall well-being whether it's their physical conditioning, their mental wellness just the opportunity to get outside and enjoy the air in the space right so I think there's 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会影响所有民众和居住的地方 踩单车回家 对某些人来说 其实是因为本身不开车 但是又对坐地铁 巴士这些公共交通工具 仍然有顾虑 而无奈选择踩单车回家 而随着各地纷纷重啟 不少人规律地回家 路上的车楼 明显被刚刚封城的时候密集了 在单车人士面临的道路风险相应增加 本国大部分的保险公司 并没有提供专为单车 作为一种出行交通工具 而设计的投保服务或条文 反而多数 是单车回附属于房屋保险客的 个人财产 出行发生意外时的保障条例 也未必有汽车保险那么全面 单车出行的安全 成为政府承治交通规划中 重点的考虑 除了划分專門的單車道 好像這些民居道路兩端的雪糕桶 都是市府專業人員 經過調查之後才決定 要怎樣擺設 來達到降低車速的目的 在為減少交通而設計的 Quiet Street區位駕駛的汽車車主 駕駛更為小心 行人和踩單車人士的安全 就有更多保障 如果ActiveTO這一類項目 可以達到增強公眾安全意識的目的 減少汽車超速的現象 就更有積極意義